那么接着再往下讲 咱们就要讲到这个前后阴的问题 那么这里边就相当于 就是出现一个就是男女的问题 首先呢就是中医里他认为 就是我们人体在很大程度上 这个寿命的长短 跟你的这个在性生活上的 这个过度耗散这里边会有很大 很一切的关系 在先前我曾经说过 就是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么动物呢 它是有固定的发情期 而人类呢 它是没有固定的发情期 那么生殖至今呢 就会对人的寿命呢 就是对包括对动物 都是有很大的那个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有的人呢 在比如说当他能够 就是有的动物呢 当他能够就是比如说排卵过后 他有可能会丧失掉自己的生命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些呢都包括 都是要说这个呢 实际上在人生当中是有一个道理可讲 就是说人的个体寿命 或者动物的个体寿命都会消亡的 可是呢老天会给你一个补偿 这种补偿相当于什么呢 这种补偿就相当于 就说的通过你的后代的延续 来让你的人生价值呢 就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体现 那么这就是老天对我们所有的动物啊 所有的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补偿 那么从中医上来讲 他也是认为就说的 你呢是生门祭死呢 就是你出生的门也是你死亡之门 就是说如果你过度耗散的话 对你的人体呢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那么这里边呢 男女还会有很大的不同 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呢 在《黄金力经》《上古天真论》 就是《黄金力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里边 他曾经就提到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女妻男八 女妻男八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女子的生命节律是跟妻相关的 而男子的生命节律是跟妻相关的 就是说女子每隔七年 她的生命会发生一次 就是她的生理会发生一次很明显的改变 所以呢 女子呢在这个 在这些生命节律点上 就要注意养生 或者是你要注意你身体方面的某些变化 而男子呢 是每隔八年会出现一次 就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男子在这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说比如说他里边他就说 他说女子七岁的时候 他说圣记胜齿羹发长 那么男子八岁的时候呢 是圣记时发长齿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的这两个后面 这两个字就明显的颠倒了一下 女子是齿羹发长 男子是发长齿羹 这里边这个词的稍微的这种变化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曾经注意到 就是说的小男孩小女孩嘛 七八岁的时候会换牙 那么这个呢 有人就说这是小男孩小女孩开始换牙了 那么换牙这个本身呢 也是肾功能的一个表现 因为先前我们曾经说过 牙齿是肾的话 就是由肾气所煮的 那么头发是由什么所煮的呢 头发长短是由肝气所煮的 那么为什么女子是齿羹发长 齿羹在前面是什么呢 那么肾和肝 它又有什么功能的体现呢 实际上肾是不收藏的 肝是主调达的 发散的 生发的 所以呢 这里边就包括黄帝内经 这第一句话 实际上它在告诉我们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是什么呢 就是女子是收敛在前 生发在后 男子呢 是生发在前 收敛在后 所以呢 这个呢 听我慢慢道啊 就说这里边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女子由于收敛在前 所以呢 从生殖器系统 生殖系统来讲 女子的生殖系统全部都在内里面 全部都在身体的里面 男子由于是先生发 所以男子的那个生殖系统 全都是长在外边 这两个东西 其实男性病和女性病 是同样的治法 只不过是一个在外 一个在里而已 那么这个就是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他们的生殖结构的这种不同啊 就是一个在里 一个在外 那么到了女子呢 二七十四岁的时候 叫天鬼智 任脉通 任脉 任脉就是 从会阴处一直上到人中 一直到眼下的一个 一条经脉 他正好是走人体的前面的 就是前身边前面的正中线 然后呢 他又煮血 而且呢 他又煮女子的生育 任胞胎啊 就是任脉煮胞胎 他煮女子的生育 所以呢 到女子二七十四岁的时候 由于任脉通畅血足了 然后包括太冲脉胜 太冲脉就是先前我讲的 也是起于会音 然后分出两个叉 沿着任脉上 一起上了两条经脉 就是正好是在任脉两边的 那个经脉 叫做冲脉 冲脉呢 为阳气 其实冲脉在很大程度上 是跟人的性功能相关的 所以冲脉一起 他发育的都是人的第二性征 比如说女子到了二七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会来月经 长乳房 来月经 这些现象就全出现了 男子到二八一十六岁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胰筋啊 或者是长胡子啊 这些像 因为我说过冲脉往上冲 就是胡子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说 男女 就是大家会觉得 那有的人就说 那我不是那个 就是二七十四岁的时候 才来的月经 那么这里边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里边 大家呢 就一定要记住 传统文化 他只不过是在说一个道理给你 那么就是说的 你如果女子 你是 哪怕你是十八岁来月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的生理年龄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二七十四岁 如果你十岁来月经 那么这一年也相当于你的二七十四 你的生理年龄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女子是二七十四岁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月是以时下 就是按 就是开始下来了 那么月经开始有了 那么这个这一年呢 就是在皇帝内经里面 就是在传统文化当中呢 他就说女子呢 那只要一来月经 就标志着你那个成熟的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把头发 什么都要盘上去 然后呢 就是把头发盘上来 就告诉你 告诉你 其实就是让媒婆来看 说这孩子已经长大成熟了 可以定亲了 可以结婚了 那么呢 那么具体的要结婚呢 不是这样 具体结婚一定是中国古代 已经规定好了 叫女子二十而嫁 男子三十而娶 这里边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他就要讲到 三七二十一岁的时候 女子是肾气平均 所以真牙生而长级 就是这个时候 女子从二七十四 不是三七二十一岁的时候 身体开始出现一个高峰的状态 这个高峰状态一直持续到 哪一年呢 就是二四七二十八岁的时候 会长的是筋骨肩发长级 就是肾的功能 肝的功能都达到了一个极点 所以这个时候说 女子二那个四七二十八岁的时候 是身体盛壮 所以过去古代人认为 就是女子二十二嫁 说是从这个时候 在你的生命的高峰期 你这个时候出嫁 是一定可以养育一个 很健壮的孩子 所以呢 就是最起码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那么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二八四七二十八岁之前 完成一胎的生育 这样对身体会非常好 孩子的身体也很好 母亲的身体也很好 那么到了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 女性就开始变得衰老 所以这就是传统文化当中认为 女人一定会比男人老得快 就是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呢 杨明脉衰 杨明脉指的是胃脉 就是胃气开始衰败了 那么杨明脉呢 就是因为杨明脉是走脸的 走脸的这一步和额头 那么到妇女呢 到三十五岁左右 有可能脸上呢 比如像鱼尾纹呢 额头上抬头纹啊 或者是就是 就是都会长出来 然后呢 脸色呢 也开始出现憔悴之相 就是女子在三十五岁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憔悴之相 然后等到六七 四十二岁的时候 是三杨脉衰以上 三杨脉是指哪条 哪几条经脉呢 杨明脉是指额头 然后少阳是指胆 是指两边 然后太阳是指后脑 所以三杨脉衰以上 实际上就指的是 整个的头发都开始慢慢的 比如两鬓斑白啊 后脑出现白发啊 还有前额也会出现白发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面接瞧 就整个的四十二岁的时候 就是脸色就是不太 不再红润了 然后呢 发头发也开始变白了 等到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 女子的韧脉 就是血就开始虚少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 就是更年期的到来 就是太冲脉衰少 阳气阴血虚了 太冲脉就相当于阳气 阳气也虚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顾形怀和母子 这指的是女子的生命节律 这是这就叫做女妻 然后呢 男子呢 呃 他的那个 刚开始的时候 跟女子只相差一岁 因为女子七岁 男子八岁 那么到后来呢 就是到最后 就是呃 八八六十四岁 那么和女子的七七四十九岁 就相差了十五岁的左右 就说男子要到 男子也是有更年期的 这个更年期呢 就相当于是八八六十四岁 那么这里边是怎么讲 就说的 等到男子呢 是以八为节律 就是二八 一十六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男性的这个性发育 就开始起来了 三八 就是三八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是筋骨就强盛 就是男子的一个生命高峰期 是从三八二十四 到四八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开始出现一个 男子生命的高峰期 由于男子是四八三十二岁的时候 才出现肌肉满壮 这个时候 脾肾的功能都开始加强了 所以传统文化里边 他要求男子是三十而去 关于这个生育的问题 就在这儿多说一句 像西方的书本华 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说的 孩子继承的是什么呢 继承的是母亲的智力 继承的是父亲的意志力 就说的男人要想意志很坚定的话 应该是三十岁到三十八岁左右 就是这个期间 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男子的意志力是很坚定的 那么要想生育孩子的最佳年龄 就是孩子因为继承的是父亲的意志力 所谓意志力是什么 意因为是品的神明 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意呢 跟记忆力有关 其实不单纯是指记忆力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你思维的广度 就是你能不能关联事物 你对事物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强 这是指的是痞的功能 痞主运化四方嘛 你能不能看到事情 你能不能有一种均衡的能力 这是指意 那么智是指什么呢 智是指 智是圣的神明 所以智指的是 圣的藏经功能 那么在这里边呢 它就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你的定力 就是男子呢 到了三十岁以后 他才有 第一 他有思维的广度 第二呢 他有他的那个就是 呃 定力也很强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 对他的身体 不仅身体是处在一个成熟的阶段 他的整个的整 整个的精神状态 也处在一个非常成熟的 非常稳定的一个阶段 所以古人认为这个阶段 如果养育孩子的话 对孩子会非常的有好处 就是将来孩子 因为意志力是直接观设到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 我们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很聪明 聪明的人不见得都成功 但是意志力坚定的人一定会很成功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呃 这也是目前现在比如说 可能有呃 有些国家在建立精子库啊 什么这些问题啊 那么像精子的问题呢 有有些人认为可能大学生的精子应该是最好的 而且他们既然已经上了大学了 应该是很聪明的 其实这个呢 如果从中医的理论来 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里面就会有些问题 因为大学生他处于处在一个情绪 特别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他还处在一个灵宇宙极度的搏斗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呢 他的情绪的不稳定 有可能会导致这些就是比如说由他们来就是由这些精子来创创造的这个孩子啊就可能在意志力方面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大学生有的时候是蛮脆弱的他们的没有人生的阅历所以呢在那个意志力方面会有所欠缺 而孩子呢继承的是母亲的智力 就是说母亲要是很聪明的话 那么这孩子的智力会很高 这个呢也是很重要 就是过去呢在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 叫做就是 父傻傻一个 就是如果父亲要傻的话 可能孩子里面就傻一个孩子 然后母亲要傻叫母傻傻一窝 所以母亲如果不太机灵的话 那么这一窝孩子可能都会出很大的问题 从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女女子其实代表那个感性和智慧这个层面啊 就是她的内涵也更多一点 甚至包括你像舒本华实际上是西方的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哲学家 他从他的理论角度他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啊 那么接着咱们回来讲就男子到了4832岁的时候身体达到一个很盛壮的阶段 然后5840岁的时候男子才开始显老 在此之前我们讲的女子显老的时候呢 是五七三十五岁的时候 而男子显老是40岁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就是衰老之像 就是而且这个这种衰老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恰恰把这种就是这种称之为成熟度啊 那么等到6848岁的时候 男子才会显出真正的老像 比如说阳气衰竭于上 然后出现面容憔悴啊 发病斑白这种像 等到7856岁的时候呢 他单独的提出一个观点叫肝气衰 7856岁的时候是肝气衰 肝气呢 因为先前我们讲过肝绕生殖器的这么一个就是经脉 那么他就后边他就说他说筋不能动 如果男子肝气衰的话 那么这个筋的功能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天鬼节衰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筋是指人体的这个弹性啊 那么像生殖器他也是也是具有弹性的 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有可能呢在7856岁的时候呢会出现所谓的阳尾啊 这些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恐慌说啊今年都55了 明年我是不是就完蛋了哈 但不是这样 就说实际上这还是跟我先前所说那道理一样 就是当你什么时候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生理年龄就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提到的7856 那么等到这个呃就是7856岁的时候 不仅仅是这方面出问题 就是形体方面都会出现一种很疲惫的这么一个像 就是如果你出现很疲惫的这个像 那么你的生理年龄实际上就是7856 等到8864岁的时候则齿发去 齿发去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齿嘛是牙齿 发是头发 就是收敛和生发全都没有了 就是8864岁以后 实际上你就活在你的先前的 你你你你是怎么养你的身体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这个身体就开始用你的所有的积淀来工作了 而没有再有新的东西生发出来 所以呢以上就是在讲 为什么女人比男人老得快的问题 先前我们讲到女七男八的问题 那么男人女人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那么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中国文化认为男子为阳 男子为阳就是前道成男 这个前道到底是什么道呢 就是四个字 自强不息 然后呢女子是昆道成女 那么昆道是什么呢 就是女子为阴 昆道也是四个字 叫做后德载物 就是男子就一定要努力 而男子为什么要努力的问题 实际上他是有他的生理的这个作用在里边呢 比如说就是从咱们就从男女购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像金子呢就是他就是一定要往前 虽然很多 但是呢他一定要往前冲 就是谁冲的最前面 谁就能够能够得到一个果实啊 能够得到那个卵子 所以呢这个从身体的本身就意味着 就是男子就一定要努力啊 就是才能让自己的种传下来 否则的话呢男子如果不努力的话 那中国文化就叫做什么呢 断子绝孙啊 就是说你就传不下去 那么呢这个是从这种就是构金的角度来讲 那么女子呢昆道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很厚重就像卵子一样 你要很厚重的坐 就是坐在那儿 然后等待啊 就是稳稳的坐在那儿 这是女子主境的一面 所以呢这个是从这个呃 从原理上讲 他是有他的生理在里面起作用的 那么到了更年期以后呢 就是男女呢 就是他的那个性别的特征 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了 所以呢就是中国文化里面讲 就是到最后呢 就人们就开始 男女呢就是都守其中道了 就是他的那个性别特征 就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很强烈的表现了 那么中国文化是非常强调 就是什么呢 就叫做一音一阳之为道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是由男女组成的 中国文化 他非常强调 就说的 比如说 曾经有一个哲人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说的那个 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看的是什么呢 不是看他建了多少个高楼大厦 建了多少个很超现代化的东西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 是看他什么呢 看他培养出了什么样的男人 和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男人是否呢 就是自强不息 女人是否温柔敦厚 这个才是他的一个文明程度的 一个显现 实际上就是什么 男子能否像君子一样 然后女子能否像淑女一样 就是能够厚得载物 这才是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所体现出来的 这种文明的真正的内涵 那么一音一阳之为道 就说 在这里就要讲一个男女的和谐的问题 那么一音一阳之为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解释 其实呢 用一个现实生活中很 很好的一个就是动作 就可以把这个话题就可以开解开啊 比如像我们走路 走路是怎么样的呢 走路就我们抬起的那只脚就为羊 但是抬起这只脚一定会落下去 所以这就是从羊变成阴 而后面静止的这只脚呢 就是一定会抬起来 由阴而阳 所以就这样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这就形成了道路 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老百姓很每天都在用着这些道理 可是呢 叫做日用而不知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这里边啊 这叫抬起脚叫羊 他没有必要去想这些 可是呢 真正的道理就在这里边 那么呢 就说了 这才是就是传统文化里边的 就是道理的 他有他有一点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大道之简 真正的大道都是非常简单的 而不是那种尖色难懂的 让人听不懂的问题啊 就是这样 那么呢 具体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男人和女人 他还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那么在传统文化里 他有一个比方 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男子 在旧时候一般都称为尘 尘这个字特别有意思啊 尘这个字呢 如果把它倒转90度的话 他恰恰像一个人趴着的形象 所以呢 就说的 在这里边他就讲 就是男人 就是虽然是应该站起来的 但是趴着一点不吃亏啊 就是你要能够学会谦虚 谦虚的去生活 能够把自己放下 这对男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而女人呢 一般在传统文化当中都自称为妾 妾这个字呢 是站着的 上面是一个立 底下是一个女 这就是站着的意思 那么女人就应该坐着 可是你站起来 勤快点多干活 你也不会吃亏 这也是使用你的后道 后德载物之道 那么从这里边呢 就是从这两个字 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人 他是中国文化 他对男女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以后 同时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去做人的一个问题 那么呢 从生理上来讲 男女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男人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就主运化 就是每天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落下 每天你都要守这个前道 这就叫自强不息 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 这个道就是自强不息的道 就是每天你都 你不要嫌厌烦 每天你都要出去工作 这是你的道 这是你的人生之路 那么女子呢 是主内的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 是主内的为少阴 所以女子就为 就主收敛 所以呢 这个呢 在中医里边 它就是用脏腑来表现 就是脏就为阴 主藏 然后腑就为阳 就叫做 就泄而不藏 它是成天在那儿 运化的 那么 这么看来呢 就是说 男人女人 谁更长寿的问题呢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现在社会发现 就说的 女人会更加长寿一些 就是未来的社会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团队 就是女性的那个寿命 再逐渐的增强啊 就是 而男人可能由于生活压力 劳碌 奔波 方方面面啊 就是男人的寿命在 就是会有缩短的这个项 那么从一理上 是怎么去具体的来解释 这个问题呢 那么这个呢 在西方社会里 它有一句话 就是说其实从胎儿期啊 男子的生命 就相对于女子来讲 就有些脆弱 从胎里讲啊 就是全社会有 就是世界上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实际上 真正的男女比例 可能是120比100 或115比100 这个比例 就是男子呢 就是从怀孕初期 有可能男子会多一些 男孩子会多一些 但是呢 最终的比例 一定是1比1的 那么这就是说 其中有15% 或者20%的男性呢 就有可能 就是他的流产率 要比女孩要高 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 从中医上来讲 就是男性为羊 羊就主动 动他就待不住 然后呢 女子为阴 主静 所以女子呢 在胎里面 他就是 他的生命活力 就相对的来讲 就比男子要强一些 这是 就是说 男女寿命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 男子呢 由于没有月经啊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有人就说 男子的书写渠道呢 就不如女人多 正由于男子没月经呢 男子的性情上 也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他性情就比较偏粗暴 然后女子呢 正因为有月经 他的书写渠道是 很好的 所以呢 女子的性格就应该很温柔 那么这就是说什么 就是生理可能会决定你的性格 生理的问题啊 会把 就会决定人的性格的问题 然后从现实生活当中呢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从中医的理论来讲 就是男子耗的是精 然后呢 女子呢 是耗的是血 这两个就很不一样 精就要比血要贵 所以呢 精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男子的耗散呢 程度呢 要比女性的 相比较而言 要比女性的耗散程度 要大得多 那么从性格上来讲呢 基本上是男人呢 是比较理性的 所以呢 是男人说事 女人谈情 这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男人呢 基本上坐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谈很具体的事情 可是女子呢 他谈的是情 那么他这也是 他的一个书写渠道 女子由于经常在一起交流 沟通 这样使他的情质 慢慢的就处在一个相对的很平稳的状态 而男子呢 就容易很郁闷 自己的很多的心事是压在心里的 就形成 这种压在心里 就形成 久而久之就形成郁闷啊 然后凝聚啊 就会形成一系列的人体的损伤 那么呢 从事情上来看呢 就说 但是呢 这里边呢 还有一点 就是说呢 男人基本上来讲呢 他就是 看似是比较长远的 比如说 叫做什么呢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深谋远虑 男人都能够做 就基本上能做到深谋远虑 那么这个是跟人的身体 是哪个部分是相关的呢 那么深谋 实际上在中医上来讲 是指的肝的功能 就是你能不能想东西 想得很深 你的理性能不能很强大 那么这是跟肝相关的 那么肾呢 是主的是远虑 就是你能不能想得很远 那么是 也是跟肾是相关的 肾的功能是相关的 所以男人经常会想得很高远啊 将来如何如何成功 如何如何挣几个亿 女人不是这样的 她是为孩子而存在的 女子就想 只要你能挣一百块钱 给我八十 我只要能够养你的孩子 就可以了 这就叫什么呢 男子就觉得女的这太没有追求了 可是女子呢 就认为就是说的 你我我我不参与你这些东西 就说的 这就叫做弱水三千 我只取其一瓢 我就用了我该用的东西 来养护这个孩子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里边的是有一些男女的差异 就是在情质方面 男女都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的男子的性情呢 就比较的宽泛 比如说他们就是从身体上来讲 就是有一句话叫精子多不知钱嘛 就是他的兴趣比较广泛的 然后他经常容易外出啊 就是兴趣广泛的问题 而女子呢 他就是因为卵子是非常少的 一个月才排一次 而且是不断的处在一个消耗的阶段 所以呢 他是呢 就是非常的感情专注 同时呢 由于女子有长长的怀孕期 有十个月的怀孕期 所以他的情感是要求 他女子对情感的要求是比较专注的 从这种角度上来讲 就是丈夫呢 就应该很体贴女人啊 就是体贴老婆 这才是很对的 那么这就是男女的就是在性情 在生理上的诸多的不同 那么影响到他们的疾病上呢 也会形成男性病和女性病的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同样是生气 同样是生气的话 那么男人直接伤的就是肝 而女人伤的就是乳腺和子宫 男子呢 为什么会伤到肝呢 因为肝是主经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 就是男性的很多积患 他都会表现在肝筋上 那么从生殖器这个系统来讲呢 他主要循行的是哪些经脉呢 首先是韧脉 韧脉是起于抛中 就起于人体的会阴啊 起于底下这一部分啊 然后呢 直接从上面往上冲 然后呢 是冲脉 冲脉呢 实际上是人体的性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条经脉 然后还有肚脉 肚脉也是走生殖器系统的 然后还有肝筋 还有胆筋 还有肾筋 因为肾主二 开窍于二阴嘛 前后阴之间 然后膀胱也是都通通都是跟这些经脉 都是跟生殖器密切相关的 那么怎么能够就是现在男性病女性病都关系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的生殖功能的养护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养护的问题上来讲 中医里他有一些很有趣的方法 比如说我先前所讲的那个 就是人的百会和人的会因 实际上是一条中轴 人体的中轴线 就是无论我们是站着坐着 怎么样 那么躺着 实际上我们都要保持这根中轴线的 这个直立的这个线 如果呢你让它偏施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阴阳的偏施 那么在这个锻炼方法里面 就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方法 就是先前我所提到的 这个提纲的这个术 为什么一定要提纲呢 这个提纲树为什么叫那个回春树呢 又叫回春树呢 实际上实际上它是观设到三条很重要的经脉 一条是都脉 一条是任脉 一条是出脉 因为它都是起了会因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分别主什么呢 都脉是主人一身之气的 然后任脉是主人一身之血的 然后充脉是主人的性的 一生之性的 所以这个气血性 都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所以人活就活在这三条经脉上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所以呢 你像中国文化 它是处处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 我们在中国神话的传说里边 就有一个关于太阳的传说 它这个太阳的传说里边 它就曾经提到过 像太阳里边有一个神灵 叫做什么呢 叫三足乌 就是一个乌鸦 它有三只脚 那么呢 在月亮里边呢 有一个三足蝉 有一个就是蛤蟆 三足蝉 因为月亮为太阴嘛 太阳为太阳 那么它里边都为什么都是三足呢 实际上这个三个足都是人体的这三条经脉的一种打的比方 就太阳有太阳的根 然后月亮有月亮的根 人有人的根 人的根就是这个三根足 这三根足就是都脉 任脉和冲脉 都是起于会阴的 所以天地万物都有一个同样的像 都是在这个根部都是在这的 所以老天在生我们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根养护的很好 就是而且要保护的很好 比如说当我们受到就是打架的时候 我们出去跟人家产生冲创的时候 或者出现创车啊 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人有一个下意识动作 人的下意识动作一定是护脸和护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活这个人活在这世上是很要面子的 所以不能让脸啊 头啊 他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 他不能受伤害 所以他会护脸护头 没有一个去护当的 但是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这个护当呢 就是人老天在生我们之前 就已经把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用两条腿给他 两条结实无比的腿 把他保护起来了 就说不用人再去护那了 就是老天会帮你护 所以呢 这就是会阴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就重要意义就在此啊 就说的 任何的一个 就是不管是三足屋三足禅 还有这个人 其实所有的天底下的文化 天底下的学问 都是一切 他有一个出发点 都是从人出发的 所以人你只要明白了人的这个三个根部的东西 你才能明白那些所谓的三足屋三足禅到底都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是这三条经脉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提高 那么会阴的具体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会阴的真正的地点并不是前后阴的中线就是这一点上 而是他往里就是从人体啊 从会阴处往上走 上走 然后呢 在我们人的体表呢 在肚脐下三寸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穴位 叫做官员 就是会阴穴是实际上是从前后阴的中间往上走 然后呢 从横的这个切面有一个官员穴是在里边的 那么就是官员和就是这个会这个和这个人体中线的这个焦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才是人真正的会阴穴 实际上是在少府当中 也就是在小肚子里面 那么这个地方又叫做什么呢 又叫做下丹田 下丹田 那么外边这个进去这条经脉 就是进去的这个穴位叫官员穴 为什么叫官员穴呢 官员穴其实就是关注元气 不让元气外泄 就是这个穴位的一个重要要点 所以官员穴是非常重要的 在官员穴的上面是有一个气海 气全是从那来的 然后呢 官员是关注元气 那么这个官员穴呢 在急救上是非常的有作用的一条穴位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 大家都听说过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 那么像西门庆啊 就是临死前是由于吃了大量的壮阳药以后 然后呢 就出现了暴脱症 然后呢 这个呢 于是出现了暴脱症 就是全身冰凉啊 四肢绝逆 然后全身冰凉发青啊 然后同时呢 那个就是精液外溢啊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要是懂的话 那么懂医学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急救的方法 就是一针针刺官员 那么或者是采取的 一会我们要讲的一个纠法 就是用艾草去烧着官员 这都是很有效的 当时像西门庆这种情况下 那么就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针下去 扎着官员 关注元气 就是把这个元气的一个 能够定住 这是很有效的 那潘金莲不懂这个 所以西门庆就死了 所以说懂点中医啊 就能够有的时候 可能会救命 也就是在这儿 就是说在最起码能 在很危急的时候 能够解决掉一些 就是很紧急的一些情况 那么刚才因为我谈到了 纠法的问题 那么纠法是什么呢 纠法现在逐渐的被人们意识到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其实呢 纠法在传统养生当中 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大法 那么所谓纠法是像什么呢 纠法就是用爱荣 然后呢 就是现在大家去中医院 有时候也会看到 有人用纠法 比如说针上 然后烧一点爱荣啊 就是爱草 它有一个特性 它的通窜力是特别强的 而且它是热性的东西 像那个就是 如果你扎针的话 然后上面烧一点爱荣的话 它的通窜力 就能够通过针 能够下去 那么呢 还有过去呢 有一些那个 很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比如说 老年人如果就是 长期的腐泻的话 长期腐泻 那么就会有一个 很很有效的办法 就是把浆 厚厚的浆片 然后放在那个肚脐上 然后肚脐因为是一个 很重要的穴位 叫做神缺穴 神缺穴呢 然后那个 这就是说人一出生的时候 就这个 期待一减断 然后人的先天的神明 就缺失了 所以肚脐叫神缺穴 那么这个穴位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禁止扎针的 只可以用 就是揪法的 只可以用 就是爱草来揪的 那么 如果老年人老腐泻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有一个原则 就是切一片厚厚的浆 然后呢 在那个用那个艾草 艾绒放在浆上 然后呢 搓成那个小窝窝头状 然后呢 点着了以后呢 让它慢慢的熏 慢慢的烧灼 这一事叫做隔浆酒 还有隔父子饼酒 也就是把父子做成泥饼 然后呢 那个 做成饼状 然后忽在 因为父子也是一个热性的药嘛 然后忽在那个肚脐的周围啊那儿 然后把那个 把艾草放在上面 然后慢慢的熏 这样呢 对那个人体的 就是像解决腐泻的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中期下陷的问题啊 都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还有一种酒法呢 就是直接呢 用艾绒在皮肤上烧灼 这个呢 是在古代呢 是叫做八痕酒 在古代是 非常 就是 有一些人是非常喜欢用的方法 因为他们把这个叫做养生法 就是 每年呢 就是在固定的穴位上 要烧灼三百对左右 比如说 人体有一个重要的养生穴 就叫做足三里 足三里这个穴位呢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 就是要想身体棒 就是三里长不干 就是 由于经常的让 在足三里这个地方呢 实施化浓酒的话呢 就是老掉了点胃气 人的胃呢 就能够不断的强壮起来 因为它是通经脉的嘛 就是让胃气 胃经只要是一通畅的话 人的这个胃 后天脾胃 没有受损的话 那么人 对人的养生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甚至呢 就这个艾草在古代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 避春温啊 到春天的时候 要想躲避开 那个春天的这种流行病啊 过去呢 家家都有 就是门上挂艾草的这种习惯 就是这样的春温就不会进来 就是春天的温神啊 就不会进你的家啊 所以呢 这个是古代纠法呢 在那个就是 治疗上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一个用法 那么呢 这个方法呢 现在也在 国家好像也在加大力度 在研究这个东西啊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养生的方法 同时它有可能对治病 也是非常的有疗效的一种方法 所以呢 国家现在在加大力度 在重视这方面 在研究这方面啊 过去古代还有一个节气酒 所谓节气酒 就是在不同的节气的时候 人们会使用酒法 那么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节气 我们先前说过 如果夏天你没有养好的话 到冬至前后 就有可能死人多啊 就是人得病的人啊 感冒发烧啊 或者是老人可能就扛不过去了 就冬至前后就有可能会有些人出问题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冬至前后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养生方法 就是冬至前后各四天 加上冬至这一天 然后呢 一共是九天 这样的九天的话 呃 就是每天 大家呢 就是用爱条 就是外边现在有卖的 就那种爱条 用来呢 就是你把那个爱条点着以后 就是沿着肚 以肚脐为中央 然后沿着肚脐 肚脐周围 就可以了 就在外层呢 就是也烫不到皮肤的 但是会有温热的感觉 这样呢 有利于就是冬至一阳生啊 对身体会非常有好处 甚至有的人就认为 就说的 为了让你去做这件事 就会说 呃 第二年你就会很少生病 这样的每个人 大家呢 都有可能 就是一家人可能 用一根爱条就够了 给他熏熏 然后他熏熏 他熏熏 然后就反正前后九天 这叫做就是冬至九 冬至的时候 用那个就是爱荣来 就是爱条来熏着啊 这个腹部 因为腹部又为太阴嘛 就是他因 他属于阴性的 所以用这种热性的东西来 就是加速他的循环啊 这样能够使那个人体的气机啊 能够生出来 其实我们很多很很重要的穴位 都是在肚脐以下 比如气海和官员这些地方 那么如果你懂了穴位以后 那么就在官员穴啊 还有那个气海穴啊 还有那个神缺穴 这几个点都要作为重点 然后去烧灼 这样的对人体会非常的有好处啊 那么关于这个爱呢 其实这个使爱荣来治病啊 中国历史上 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孟子里面就有一句话 叫做三年治病当求七年治爱 那么这里边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从这个里边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说的三年治病 虽然你才得三年的病 为什么要求七年治爱 这里边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他就说得病是来胜去衰 就是来的会很快 我们人体得病啊 来病会很快 然后呢 只要你稍微不注意啊 或者你养生方面 你出现了失误 然后一下就会得病 但是要想让这个病走掉 是很难的 所以他就很慢 这样呢 很缓慢 就说你不要希望你这个病 让人家就是一下子就治好 比如说我吃三副药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折腾你身体都折腾了十年八年了 然后你就想让人家一副药 就帮你解决问题 这就是梦想妄想 所以呢 就说而且像这种能够这样的话 那只有激素能做到 任何东西 任何药都是做不到的 而激素呢 它就可以充分的掉你元气 那么就对你身体的那个损伤就会更大 所以呢 就是说的 这个懂得这句话 孟子这句话的一个真正的道理在哪 就是大家要明白 就是去病如抽丝 就是去让病走掉 就像抽丝一样 慢慢的 然后那个病来如山堡 病一来就会很快很快 所以大家明白这些原理以后呢 在治疗学上 你也要 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躁 就是要让这个病一点一点的走掉 而不能就说的 对医生的要求啊 会过高啊 或者怎么样呢 这里边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从第二点上来讲呢 这就是我们使用艾荣艾草的上面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的 艾草呢 就艾条呢 就是一定要用七年以上的艾条 就说的 把它储存的时间越长久的话呢 它里边的有毒物质才能散掉 然后好东西才能出来 所以呢 就说的 不要怕买到那种很过期的那种 就是艾条啊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比较好用的是那种轻艾酒 就轻艾条是很好 就是它已经有一些 就是把它里边的有毒物质啊 都已经给它散掉了 然后呢 就时间比较久 必须保证七年以上的这种艾条 才对人体呢 就是它也 不会有太大的伤害啊 所以这就是 就是用艾荣艾条来救这个官员啊 救这些地方 对我们人体呢 会非常的有好处 这是就是艾草的问题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养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 那么具体到男性病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在中医里 他就认为男性会得一种 就是基本上男性病都局限在肝上 比如像杨维枣蟹这些病 都是肝的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呢 还有一些病症 比如像胰经啊 胰经这种问题就是 是属于圣经亏损的太厉害了 然后心气全都浮在上面 然后使得圣经没有收敛的这种能力 没有这个藏的能力了 所以就一下子失去制约 就全都泄掉了 那么从身体上的角度来讲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元气特别充足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人体是怎么样的 就是叫做尿窍特别容易开 就是人元气特充足的叫尿窍容易开 而精窍不容易开 这也是古代有一句话叫做精嘛 不思淫 如果你精气特别足的话 你就不会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后呢 同时呢 还是尿窍开的时候 精窍一定是不可以开的 所以这里边是开合是都是人体的 就假如你开合不利的话 那么实际上都是人体元气大虚的一个像 那么就是说的元气一旦虚弱的话呢 那么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像 就尿窍就更容易开 就成天到晚老去尿尿 同时呢 精窍也容易起 就是精不满 越不满越丝阴 就是越虚 虚昂外跃的话 你越去想那些事情 然后实际上是你精很不足的一个像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就可能已经白灼这些现象全都能够出现了 所以呢 人体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人体是非常奇妙的 开哪个门 不开哪个门 关闭哪个门 人体本身是特别明白的 绝不会开错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 这也是我一再所强调的一点 就是人体一定是比大脑更聪明的 我们人总觉得大脑能掌控一切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大脑呢 就是我们总想着补啊补啊 就是今天补这儿 明天补那儿 我们就是没想清楚一件事 当这个食物吃到你的胃里的时候 这个东西最终去了哪补了哪 你是根本不可能你的大脑能够掌控的 比如说我们非得去想说的 这个东西好东西一定要去干啊 我现在肾虚 你一定要去干 那是他不会听 就身体一定他要他要保住这个天啊 保住这个命 他是不会听你的大脑的指挥的 他一定要按自己的那种生理的需求去安排 去分配的 所以呢 这就是身体比大脑更聪明的一个 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比如说西方 我原来曾经经常说到这个玩笑 就是西方社会 他认为人呢 只要纵欲一次呢 就是就是所损失的蛋白质含量 就是一个馒头的蛋白质含量 说起来的时候 说的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特明白 然后呢 反过去一想就想 哦是这样的 那就好了 说那我就是可以去送欲 回来我只要干一件事就够了 我吃馒头 但这个馒头吃 吃进去以后 他最后有多少去变成你这个损失的蛋白质含量 你是不可以掌控的 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很大的奥秘在里边 那么就是说的 那么从男性病上来讲 比如从已经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人体的神明 是白天都是在心这儿的 然后它是主生发的 所以白天我们想事情很清楚 不会乱来 不像夜里似的做梦 是全是一个糊涂梦 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了 然后夜间呢 我们的神明都是藏在圣经当中的 所以它是主收敛的 如果你夜里就是梦 梦营烦扰的话 那么就就是收敛的 圣经的收敛功能出问题了 那么以移经来讲 就是23点以前 如果你睡 刚一睡着的时候就移经的话 那么就属于肾的功能 因为23点之前为阴 23点之后就开始慢慢的转阳 因为少阳就生发起来了 所以23点以后呢 就应该属于生发时长 然后呢 它的病因是在心 你的心神乱了造成的 那么就于男性病来讲呢 现在目前最为困扰男性的 还有一个病症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那么这个前列腺 前列腺炎啊 前列腺癌啊 现在在男性病上是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得这种病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要明白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是什么 就前列腺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先前曾经说过 血是带着筋往前走的舟船 那么就是它就不是西医里边所翻译的 那个blood的那个概念 就是血液的那个概念 它是一个动能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从前列腺这个角度来讲 前列腺实际上呢 用大白话来说呢 它就是带着筋子往前走的舟船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大家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得前列腺内的这种疾病呢 那么就跟我们可能有一些观念是有问题的 就是这种人呢 一般得这种人呢 得这种病的人呢 一般来讲 说句实在话蛮君子的 就是说 他有一点什么问题呢 就是才性情上 他容易处处都为别人着想 而替自己着想的很少 这就叫做受难的君子 他就是说的 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很痛快过 就是一切都是看别人脸色的 像这种人呢 他加上有一点那个很粗浅的养生知识 他又认为就是忍惊不懈可能对人体会有好处 所以呢 他像以他的性格和他的这种思维观念 就会导致他一个什么呢 就说的 他他以为这个 只要就说的 只要这个就是不不不溢出来 不流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身体就应该是能够 这个精是能够保住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是怎么样的身体 我们先前说过身体比大脑更聪明 当你这个人体 当你只要激动的时候 前列腺就已经出来了 前列腺就是他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他已经冲出筋道了 那么如果你就是忍惊不懈的话 那么就是说慢慢慢慢就会形成淤阻 这种淤阻就会久而久之 再加上郁闷劳累 他就会变成就是出现癌变 先是前列腺炎 然后就出现癌变 所以面对着这种经常得前列腺炎的这种人 就是首先要在性格上 要对他有一个约束 就是让他改变一下 就是甚至可以让他去做一个什么 就是写一幅对联 就是来告诫自己 就是说宁可做快乐的小人 不要做受难的君子 就是不要太过度的看别人脸色行事 那样的话对自己的身心都是有损伤的 就是你自己从来就没有快乐过 所以你全瘀在那了 才会得这样的病症 所以其实在从得病的角度来讲 我们很多人得病都是跟我们的性情 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这以上就是讲的是男性病的问题 那么下面再讲一下女性的问题 女性病的问题呢 基本上是跟韧脉相关的 就是还有呢 就是它是女性病一般的来讲跟韧脉相关 同时还有一个经脉对女性非常重要 就是像在这个腰带处啊 就是系腰带这个地方啊 是有一条经脉叫做代脉 我们人体非常奇妙 所有的经脉都是就是12经脉 几乎都是竖着的这个形状 那么就是那么只有一条代脉 是环绕它的是约束它的 就像腰带一样 我们人体整个的都是这个 往下这么从上从头到脚 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但是呢 唯独有一条横的就是代脉 代脉就是约束 就是它来控制调控这个经脉的这个宽松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力度啊 就是它像个牛皮筋一样 它是来约束猪脉的 把所有的脉部 所有的经脉啊 它有起来一个约束 或者是它当它这个代脉松的时候 代脉松懈的时候 人就可能出现经脉的那个就是 整个的约束不住 所以有从形体上来讲呢 女人就可能大肚子啊 男人也可能大肚子 就是腐弱垂囊啊 就是大肚子肚子很大这些项 其实都跟代脉有关 那么那个从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呢 多按摩代脉 就是撑拉代脉 实际上对身体会很有好处的 那么呢 女子呢 如果认脉得病的话呢 就容易产生什么病症呢 比如说像那种肌瘤啊 或者是月经的那些病啊 都会跟认脉有关 因为它是跟血有关的 然后呢 如果是像出现赤白代下这些问题 那么基本上都是跟代脉有关的 就是代脉的约束能力下降了 那么这个是女性病的一个两个主要的根源啊 那么女性病呢 它基本上呢都会表现在月经上 就是上面先前我们讲乳房的时候 已经把乳房啊 就是乳腺的问题已经讲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呃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它经常会表现在月经上 那么月经呢 它就会出现几个几类问题 比如说月经先期而至的问题 就月经提前 月经提前呢 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呢 这个都属于元气炭 就是太虚了 不能有力的发挥捅射 就捅射不住了 然后它就月经先期而至 然后呢 有的人呢 就月经脱后 月经脱后的很久了那样的 它就跟元气虚也有关系 但是呢 它主要的问题是阳虚 是不能震纳阴气 所以呢 就也使得阴血不能下行 还有的那时候呢 是属于淋漓不断 就是女子来月经的时候 淋漓不断 这个呢 是还是跟先期而至 是很相像的 都属于元气大虚 或捅射失智 捅射的功能啊 就是失掉了 就是捅射的功能 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 假如你有子宫肌瘤的话 那么它就会 人体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叫做排液反应 就是像肌瘤啊 像肿瘤啊 这些东西 人体都是 都认为是人体的异物 它都要想把它排掉 当你气血稍微足一下的时候 你就会去 就供这些异物 当你供这些异物的时候 又供不下去的时候 就也有可能造成 就是像女子崩漏这种情况啊 就漏就是淋漓不断 老仔那想破瘀 老仔那想破掉这个肌瘤 就破不掉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血虚 或者是月经的衰少 就月经的逐渐的减少 因为月经的问题 现在逐渐的成为女性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的女性啊 就是更年期提前的现象很明显 有的女性呢 就是35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出现 更年期现象 比如说出现潮热汗出 就是经常的大汗淋漓啊 然后身体呼 就是突然的就呼一下子 就是震慑不住 其实就是圣经震慑不住这些阳气啊 就是震慑不住了 然后一下子全都冒出去了 现在这些女孩子就是 由于跟她的生活啊 跟她的工作压力啊 还有身体先天的身体虚弱 都是有很多的关联的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女性在养生方面 应该更加的逐渐的 把她提到一个日程上来 把养生提到一个日程上来啊 就是要 首先要解决自己的情质问题 对女性来讲 情绪是最能改变女性的 解决情质问题 要解决自己的就是饮食问题 就是对女孩子来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不要通过吃药来减肥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话 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果呢 你能够通过锻炼身体的方式 但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吧 就减肥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少吃东西 这个这个是不对的 你少吃饭 你关键你应该学会如何合理的去吃饭 而不是少吃或者是不吃 传统文化都说 一顿不吃都饿得慌 都心里会发慌 你更何况你久而久之老 老饿着 还有些女孩子甚至到最后就发 发展为厌食症啊 就什么都吃不了了 然后很快的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对我们身体都是有损伤的 这里边我经常会提到 对减肥的女孩子我经常会提一句话 就是任何一个男人不会娶一个病女人的 就说的 他的前提他可能喜欢你瘦 但是他不会让你是一个病歪歪的 就是你要是病歪歪的 他是不会要你的 所以女孩子你一定要前提 你要保证好自己是什么 前提身体是身心是很健康的 这样你才能反过来 比如说的你的体态有些问题的话 那么你要通过你要明白你为什么胖 比如说你是不是脾虚啊 你要是脾虚造成的肥胖 你通过治疗脾虚的方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可以 而不是通过饿着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要出大事的 那么这个是就是元气大虚造成的 就是这种淋漓不断或者惊少的问题 惊少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就是阳气一衰呢 那化的就是能够使那个营养物质变成血的 这个能量就变少了 所以人呢就是血慢慢就变少了 现在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大 结婚比较晚的妇女啊 就是月经都快没了 可是他突然又想起要孩子来了 这就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啊 因为孩子是一定要靠母血来养的 如果这个女人的血不足的话 那么孩子就肯定养不好的 甚至有一些女人都已经脱缸了 就是那个就是收射的能量 都已经很差很差了 脱缸了白带都已经这种情况了 他还想要孩子 那么这才从中医的原理上来讲 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你自己连你自己的缸门 都收射不住了 你还想收射一个孩子 一个那么有就元气十足的 那么一个孩子 你想你用什么去收射他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才行 那么像月经期间 如果来的那个就是色紫而成块的 这种情况下 那基本上就属于血淤 这就是不通则痛的问题啊 那么以上就是男性病和女性病的一些主要的方面 具体的方法就是 女孩子在女性的养生上 还有一点 就是女孩子尤其要少沾冷饮和冷水洗浴 这些东西 就是尤其是经期期间 你要注意一些养护 而且经期的时候 因为经期为逐血所生病 当你经期流血的时候 人很多的 很大的情形下 会出现特别饿 那才是正常的 因为你需要补充能量 你需要多吃来补充能量 所以呢 在这些方面呢 首先要避寒冷 避掉这些问题啊 因为女孩子如果在经期期间没有养好的话 未来将来生育啊 胎孕啊 这些方面都会出很严重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